这两天台湾最大的新闻 大概就是南加州长老教会的枪击事件 枪手是台湾人 却针对当地的台裔教会展开大规模的攻击 造成一死五伤 受害者也都是台裔人士 我马上就收到了美国的朋友写来的私讯 说你看你们台湾的统独争议 搞得这么严重 都闹出人命来了 但我心想 我们在台湾才没有炒出人命 是美国的枪很多才出人命的吧 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到底谁对呢 还是我们都错了呢 仇恨攻击背后的原因 无法如此简单一句话带过 大家好我是凡几飞 欢迎收看凡几飞的today看世界 周日早上的十点左右 菊郡的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来了一名男子 接待人员看到声面孔 就请他填个资料 但他说自己之前来过 走进教会之后就坐在后排看报纸 当天大家忙着庆祝前牧师张轩兴 从台湾返美轮流上台跟牧师合照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看见他拿出铁链锁门 还以为是工作人员 没多久就传出了一声巨响 大家还以为只是气球爆了 但接下来就看到他开枪了 脚婚里面躲的躲逃的逃 有的已经重弹倒地 52岁的医师郑达志勇敢扑向枪手 试毒抢枪也因此身中好几枪 但他已经争取到宝贵的几秒钟 牧师张轩兴趁机就抄起了椅子扎倒枪手 其他人一涌而上成功地压制了枪手 但是郑达志却因为伤重当场死亡 身后留下了太太跟两个孩子 当地媒体报道 郑达志不是教友 只是陪妈妈去教会而已 他平常就会抽空教人自卫防身术 同时说他平时就见义勇为 完全可以想象 他会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 局局检察官史批则也说 如果不是郑达志的英勇行为 恐怕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造成一死五伤的枪手 周文伟今年68岁是名保全 作案用的两把手枪都是合法购得 警方除了作案凶器 还发现了几个装满武器的袋子 他也在车里留下不满台海紧张情势 反对台独等内容的手写笔记 周文伟也遭起底 曾经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员 统促会的主要业务就是 协助中国和平统一 总会长就是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的主席汪洋 在多国都有分会 2020年被美国国务院认定 是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的组织 目前警方认为周文伟是出于政治动机 预谋针对台裔社群发动仇恨攻击 控告他一项杀人罪五项杀人会罪罪 根据洛杉矶台北经文处所提供的资讯 周文伟在台湾出生移居美国多年 他之前的邻居欧亚纳告诉美联社 周文伟本来跟太太住在拉斯维加斯平常人蛮好的 但去年夏天突然在家开枪 10月的时候把房子卖掉之后 太太搬回台湾 她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 今年2月还因为不明原因被赶出了租屋处 有美国媒体在报道这起枪击案件的时候 会提到另一起发生在美国另一头的纽约州 水牛城的枪击案就是因为时间太接近了 在前一天18岁的枪手甘德身穿军装 带着步枪闯进了一间连锁超市扫射 短短几分钟就造成至少十死三伤 其中11人是非裔 甘德在案发前疑似发表长达180页的宣言 主题就围绕在大取代阴谋论 也就是有色人种试图透过跨种族婚姻移民 取代美国的白人 现在他被控犯下了一级谋杀罪 短短几天内发生了两起多人死伤的枪击事件 我们可以很容易就下个结论说 美国就是枪支泛滥才为什么事都用枪解决 这样讲不能说不对 但要探讨枪支为什么泛滥 美国的拥枪文化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而且美国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拥枪 为什么从过去几年枪支暴力会一路爬升呢 有学者就指出其中很大的原因 很可能跟美国的本土恐怖主义新奇有关 所以什么是本土恐怖主义呢 美国FBI的本土恐怖主义报告二版中有说 只要是在美国境内没有外国势力介入 非法使用武力暴力 恐吓或胁迫政府平民都算 动机可能跟种族反政府思想 甚至是比较激进的动保环保堕胎有关 跟组织犯罪相比这些人通常都是单独犯罪 或是以小团体发动攻击 虽然FBI在80年代中期就注意到本土恐怖主义 但是到2001年反恐战争之后 似乎就衍生出不一样的作案动机跟方式 美国司法部近年初也指出 由于境内出现越来越多的本土激进分子 要成立新的反恐小组来应对 其实在水牛城枪击案发生之后 代表被害者的知名名权律师就呼吁拜登政府 应该要把枪击案定义为本土恐攻 不能以仇恨犯罪或是凶险有精神疾病 并调成单一攻击事件 这般单位应该要像调查所有的恐攻事件一样 找出枪手续怎么样发展出仇恨信仰的 针对加州教会的枪击 美国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也呼吁拜登政府 要将周文伟所属的组织列为恐怖组织 发怕虽然没有明讲是哪一个组织 但很多媒体都提到 周文伟曾经担任拉斯维加斯统促会的理事 但拉斯维加斯统促会的会长顾亚文 稍早跟周文伟撇清了关系 强调周文伟从2019年下半年就不是成员了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全案还在调查当中 周文伟的暴力行为与统促会之间的关系 目前还看不到确切的证据 另一方面本土恐怖主义的兴起 与社群媒体的演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以前极端人士分散各地 无法串联也成不了事 但社群媒体让这群人可以连在一起 各大社群平台饱受批评之后 开始审查言论 华盛顿邮报就指出 因为脸书推特的审查越来越严 就催生了许多极端人士专用的社群媒体 像是GapParler等等 还让更多人转到Telegram这类型的加密通讯软体上讨论 史丹佛大学的教授就指出 这些地方没有言论监管 还可以建立四人社群传送加密讯息 有些还能够越后齐焚 这些都会加强回声势效应 也就是我们说的同温层 群组里面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地重复 而且越来越偏激 极端的假新闻不断地转发讨论 一个擦枪走火 可能就会有人付诸行动了 加密讯息也让监管更加的困难 最近马斯克要收购推特 解放平台的言论监管 也引发了许多相关的讨论 不监管言论 平台就变成散播极端主义的地方 但严格监管又会把这些人 感到更私密的地方互相取暖 过去几年来极端思想当道 世界局势也不帮忙 疫情物价飞涨 最近的恶物战争 都可能激化潜在的极端人士 这一次攻击台语教会的事件 美国主流媒体后续会有多少报道 我其实很怀疑 根据NPR的计算 把南加州的枪击案算进来 美国今年已经有199个枪击案 这些都是mass shooting 是无差别杀人的枪击案 平均每星期发生实践 当加害人跟被害人 都是少数族裔的时候 报道量大概再看一半 我们现在只能够期待 在美国的华文媒体会持续追踪 在台湾的我们 才有可能看到更多的资讯 在这里我也要再提醒大家 美国FBI就长久以来 呼吁大家要多警觉 只要看到身边的人 有奇怪的极端行径 要勇于向警方报告 这个与警方的合作 在少数族裔里 其实也是偏低的 最后我想问大家的是 避免仇恨攻击的发生 你认为应该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立刻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已经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本期视频的today看世界 天天问你精选一则 国际话题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